原标题,装2000万吨爆炸钢量核弹头一年内或将部署三数枚一枚摧毁半个敌国核弹一直是战略威慑的有力武器,在世界军事史上,只有日本在战场上尝过这种武器的厉害,当年摧毁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钢量约为2万吨。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星式弹头的爆炸威力早就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特别是一些型号的远程洲际导弹,例如俄国的R-36M重型洲际导弹,威力更是大的惊人。 R-36M重型洲际导弹是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研制的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是世界上体积最大威力最大的现役导弹,其配套的核弹头爆炸当量更是高达2000万吨,是广岛爆炸原子弹的1000倍以上。 而且,这种弹头的技术还在不断赶进过程中,根据俄罗斯军工信使杂志的报道称,这种2000万吨当量的弹头还将装备在俄下一代洲际导弹中。 有消息称,俄下一代重型液体洲际导弹是-28萨尔马特式,这种洲际导弹的威力十分强大,北约任何一个国家挨上一发都难以承受,国土面积小的国家将彻底变成废土。 大一些的弹数以上的土地都难以显免。 虽然单一弹头具备强大威力,但在覆盖率和综合打击能力上还是有所欠缺,不如多枚分导式弹头。 如今,分弹头化的打击模式已经逐渐成为洲际导弹发展的主力模式,而俄新一代洲际导弹-28萨尔马特竟然可以携带的15枚分弹头,其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都是全所未有的。 在导弹射程方面,-28萨尔马特依然具有超远的射程,改进后的-28萨尔马特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万公里以上,而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不得不说,北极熊在洲际导弹方面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俄方杂志中还提到一点,说这种导弹哪怕往南极打,都可以绕过南极打到美国。 一直以来,从俄国飞往美国的导弹最近的航程就是飞过北极,可想而知,美国的大部分预警和拦截系统都以北为重,如此以来,确实可以绕过美国的防御重点,提高洲际导弹的生存率。 就算美国加紧在各方部署预警和拦截系统,但一款导弹就能消耗掉对手大量的人力不利财力,这也是华德来的。 杂志文章还提到,在2018年,俄军将部署超过30枚-28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到那时,对西方的压制或将进一步增大。